我们接着上节课 接下来我们在对面画一个张颈同步轮 这个张颈同步轮的机构呢 我们可以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可以参考这个链轮的一个张颈机构 就是有点类似于米斯米里面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可以找到有一个叫链轮垫条的这一个部分 在这里面呢 有张颈装置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张颈的机构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但是呢 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可以去参考一下 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可以 就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种吧 这个呢 要具体看它的一个尺寸的大小 我们先选择这一种 然后呢 看一下它其中的大小来做决定 然后把它输出到这个STP格式 输出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这里我们选择 这里我们选择 这一种 可测量一下它的宽度 OK 我们接着这种 然后把这个给它隐藏起来 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可以隐藏起来 中间过一个轴层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只是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准确 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吊过去 然后我们再插入这个 放进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 配合一下 然后呢 我们测量一下这里之间的宽度 这里两个轴层呢 大家可以可以连接同步轮 挖空同步轮接口 那么两百 一百六 一百四 就是一边七十 我们要放进去 甚至有一个轴层的宽度 反转一下 按住我们的手指 反转一下 反转一下 大概在这里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这个呢就可以作为一个 同步轮 然后呢你就可以放一个同步轮 因为我这里同步轮是免件的 这样这里不是免件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直接就 拖动部队过来 这里呢我们直接 直接让这个边对这个边 好两个面对齐 你这上面看呢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呢就不要那么厚 把它改窄 改短就可以了 这里呢你就要修改一下 跨幅度不高度了 要把它单独的做一个修改 我只是说这个章景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 以前讲过的就是在这里 插入面移动 然后呢选择你想要移动的 这个面 然后呢把这个面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去看 比如说你像上的 一个多少呢一个 黄米 但是呢要看一下它这里 孔有没有破 还有很多 所以这里呢只是做一个方案 给大家说一下 只是做一个方案而已 就是代表的内容 真正的去做 到时候我们插图的时候呢 就要仔细的去 把这个修改 自己想要的位置 好 好 当我们做好了这个之后呢 那么你接下来呢 就应该在两个同步能之间 画一个同步弹子可 在这里我们没必要画得那么准 我们只需要大卡的画一下 所以呢我们直接就在这里插入心灵垫 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一个边 然后按Ctrl加8 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直槽形的形状 好 我们以这一侧我作为一个标准 我们把它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 标一下它的尺寸 35 OK 然后我们以它作为一个天移 然后我们以它作为一个天移 这样呢就得到一个环形的 就带着一个节奏 然后我们把它的外观也开一下 好 的 好 好 欢迎 好 好 好 直接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做好了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皮带的张颈能 这个同步带的张颈能呢 我们这里的机构是在滑块的上面呢 我们绘制一颗平板 然后平板呢穿个孔 是各一个孔过来 然后呢就可以跟这个皮带来进链接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平板 这个平板呢要对称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插入新链键 然后按扩特加8 这里呢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纠缠点啊 就是说我们画出来的东西 一定要在分钟的 它也叫分钟线 给它对称一下 如果不好做 我们也可以出在这种方式 做一个对称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直接把滑轨的四个孔 连接一下 然后对角就出来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 打个终点 打个终点 可以画一下 直接就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边角 四个孔画个边角 好 画了边角之后 我们把它进行 偏移 这里呢 你可以偏移 二十 把中间的杀掉 这样呢 把它快点 然后呢 就可以对它进行拉伸 这个板的厚度呢 我们给它 挖好 这样做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块板 这里呢 你可以画一个 空心的结构 然后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凑米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皮带 连接的这个地方 改成空 挖空点 然后呢 将皮带甲板 连接起来 这个皮带甲板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米次里里面 找不到 有个叫同步带 应该就是 这种 或者这种 我们看一下这种 是什么 这种也算 也是的 然后还有的 就是这种 这些都是皮带的 这个皮带甲板 要看你的尺寸 跟它配合 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就用 我们刚才选的对种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BIM5M 你自己选一个 你想要的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输出 好 这里我们输出 STP格式 把它输出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你就把它放在 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这个皮带甲板 我们要改一下 好 把开一下 还有它的厚度呢 要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厚度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它保存一下 就是两个零电 保存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 再 再按Ctrl加Tab 变 切换到这个里面 我们插入 我们这一个 夹板 把夹板呢 放在这个 这里配合的时候呢 使它刚好 位于这两个之间 这个呢 皮带肯定斩了 好 所以我们要修改 这个肯定要放大一点点 这个尺寸呢 肯定要放大一点点 不是 不是这么小 因为这里是很窄的 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这个尺寸 还有它的大宽 这里都可以去选 好 看一下它的尺寸 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 我们看一下这个尺寸 这个W W的宽度要是 我们刚才选的是 S8M150 是这个啊 从这儿打开看一下 这个比例有点问题 哦 这是S8M 我们换一个 我们直接在MX米里面找到了哦 直接把它输出 输出的这个长度呢 那我们给它一米 一米 一米 一米吧 好 直接我们把这个长度 一米 第二 这我们选 就选这种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吧 这里我们直接打开 STP格式 80-160 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长度不是我们的药 我们只要一米 所以这里呢 因为它这个米是米里面 不能选啊 选你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重新操作一下 把它改一下 剪掉了 剪掉了 再来一米 长度 好 然后我们再保存一下 剪掉之后 蛋可能再踏一点 踏入过来 我们插入过来之后 这个呢 这里有几个槽 好 四个槽 我们在这里呢 安装两个导轨 分别是最上面 和最下面的 所以这个导轨在安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你导轨的这个孔 两边要多卡一点 所以就决定你导轨的宽度了 好 导轨的宽度的选择 然后呢 就是这里要用一次键 所以呢 非常方便 用这种清擦 不用转牙孔 所以就很方便的 我们可以使这一边和这一边对齐 那是反转方向 因为我们这个呢 有似乎电机的这一侧是 往往是固定在机座的 就是机座 会靠近机座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一侧呢 我们靠近这一边 这里有一个人位置的问题 这个位置呢 是跟这个机器的要求的问题 不是说一定要醒来一下 不是说一定要醒来一下 把这个做好之后 这个直接就连接在这一个板上 之后 那么这个连接在这个板上 我们发现这个好像有点过大 一百六成八尺 这样稳定一些 我们在这个连接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这几个形材的长条孔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做三角连接键 直接就可以这边锁 这边锁就可以了 就可以进行连接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呢 画一下它的连接键 这个连接键呢 这个连接键呢 啊 我们这里 其实有标准键的 它是机械手的这个 三角连接键 标准键 在这里 导出不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画一个 可以插入新零件 然后呢 再进一次 做击准 再加班 选择这个面 这里我们最好也要拉长一点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从这边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一头过来 好 那么你留你放盖子 放盖子 放到外面吧 在这里 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推定要完全的 一个斜面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可以了 好 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厚度抬一下 这边是15万 15万 长度高一点 呃 15万 记得这边和这边要平行的 好 要 平行的 而这边呢 和这边呢 要贡献 20万 二 五 二 六 二 二 这肯定是碰到什么 椰树啊 我们看它幅度点的时候,就幅度进去了 这个点我们给它删了 这个线对这个边 这个对这个边 这个宽度呢,我们给它15 特别是这样的 这边呢,我们把这个角度删入一下 这个到这里是幼稚 这边有这边伤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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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向 15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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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边做一下 那么,这里呢,也放一个 一车可以,这边也放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显动它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七点面 然后再浸一下一块 这样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两个孔 这边也打两个孔 这边可以把三个孔也打 这样呢你就可以固定在这一层 那么这样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这是两个孔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槽这里装这样的一个滑轨 这是我们这个讲的内容 我们现在是在做方案 到最后我们会把这个方案做得很 跟现实的一样的要求 所以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视频教程 我叫东莞黄安达 大家可以百度去搜东莞黄安达 或者学义求情之用 我的QQ是845-08024 或者2053-7083-8 也可以进我的踏宝店铺来看一下 希望大家支持原创的视频教程 我希望你得到哪里因为 怎么可能是这条 Pork 感谢观看